二人慢走啊 多谢多谢 下吃饭可别做钱了啊 行嘞 好 再见啊 再见 干嘛呢你的 那不许许许许那小姐吗 自己一人还 还没坐着车 不该叫小姐了 那叫什么呀 说话事还真好吗 你快 你没脑子 小心放夜至了 要你的小命 先生 您那去哪儿啊 放行 用不用我给您前面引路啊 不用了 先生慢跑啊 疯 影响弹头的轨迹 是 是 有胖 有胖 准吗 准吗 准 准准准准 准准准 打哪儿了啊 哎 哎 方爷 打树枝上 树枝都打断了 好 好 方爷好 方爷好相反啊 好相反啊 真是好东西啊 是啊 爷 听说刀家美兰姑娘 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刀家刀家 你是刀家人啊 爷 爷 许家小姐去咱们家了 干啥家了 不知道 就是她一个人走着去的 老王 老王 得空咱们也背些枪 长的短的都要 哎 哎 许家小姐怎么办 她要是找我 竟会来这儿来重用 方爷在镇东试枪 枪 好像是刀家送来的陪架 被车 送我到镇东 你怎么来了 找你说说话 我一个外人 有什么话跟我说啊 这枪挺漂亮的 来 试试 别送我啊 来 我带一下 看我的 有吗 大帅 找我能受什么事啊 我哪知道 反正你跟大帅多走动走动 没坏处 大帅虽是龙武出身吧 但是对你们这些个读书人 还是挺器重的 我跟你说啊 我对你们这些 武刀弄枪的人 可一点兴趣都没 瞧把你吓的 大帅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 解解闷 走 有蓝昨天晚上怎么样 好着呢 回家去睡觉了 真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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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找门头 走 展青 我的事 你不要管 我不管 就没人管了 我自己心里有空寸 行 不管了 自从我父亲和我哥走了以后 家里边就剩我和淑白两个人 十多年了 他虽然是个轻狂桀骜的性子 但是他心里有我 是个轻狂桀骜的性子 我记得 我也知道 他就是 想要出去走走的 会回来的 谁知道 要换了你 回准也不回 我自己知道 你收不住姜 挨不住马的性子 你跟树白一样 一样吗 一样吗 二爷 许家小姐和咱家少爷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别走 你想去京城 我带你去哪 不去 你喜欢陆叔白 喜欢 喜欢 不喜欢我吗 张静哥 虽然我们两个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但是 是两条路上的人 两条区里的水 那要走了 我为人亲 你将为一夫 倒下 那门亲 我还不一定认呢 不认 那你想跟你吗 我说读的不多 但我能读东西 我又不是书 我又不是书 你听着啊对不对 你跟书白是好 但没有好到 乱你这个份儿似的 你俩根就不怕让他回来 你也不恨他 恨他 现在 你应该特别恨陆叔白 让我说中啊 说中什么 叔白就是李哥 成内亲也是我 你们俩没有爱情 你要再说的话 好了 我去用这个枪 打死你 坏了坏了 你要出事 冲屁事 老耳带着 你舍得打死我吗 如果你打心里头啊 认为叔白是你男人 以你的脾气 早去京城杀人了 不是杀叔白 就是杀那丫头 徐殊荣就不是能忍的性子 本来想跟你说说话的 本来想跟你说说话的 一点兴致都没有了 刚才说的话就当放屁 那留生期 唱片不好 有没有新的 你找我 就说这个呀 算了 要什么样的呀 新潮的 我不喜欢点心 羊圈是吧 好啊 我去到京城 干什么 给你买几张羊圈啊 我跟陆叔白的事 你别管 我本来就心烦 你越管我越烦 跟刀家的亲事早点办 别没个正经 大护人家当家的样子 我的事啊 你也少管 我说的大护人家 就喜欢街角你们这些 有文化的人 以后就常来着点 好 来来来 天 你等你让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睡着了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知道 知道 我发的 你这俊翔 你不好好在这展岗 你跑这睡觉来的 你他娘的真是那个 报告大帅 我一定会有眼 记住大帅的话 你知道我要说的是 什么意思吗 知道 徐先生 你看看我这个病的素质 高吗 高 长见识 我就习惯你们这些 这文化人 以后徐先生要是有亏的话 来我们这丙营 教教他们 书成这水平 实在是教不了他们呀 我说你成你就成 过两天啊 我给你找个使游干来 在正福里吧 那儿我说了也算话 这薯管是他 灵三个老大 Dank 你不是想得 사 是计划 柴 那空 帅他去找长青少爷了 我知道 知道 舒荣能感觉到在他身后 徐门里的人们 投向自己背影的目光 这目光让他感到如莽刺被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让人们看到的那副 震惊自若的神态 不过是强称出来的掩饰 他想让舒白知道 自己的朋友 可是提起笔来 他才知道 这哪里是一封书信 能够说得清楚的 即使说得清楚 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徐门里的大事小事 还得靠自己来支撑 舒荣忽然感到 这也许就是自己的宿命 大小姐 双奶奶吃饭了 双奶奶 要不要把饭送到您房间来 到前面大家一起吃 父亲 数百至两天没有书信吗 还没有 明天问问新餐 好的 好的 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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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陆叔白先生究竟要讲些什么 天知道 你是那个学生会的头头 叫 我叫周德旺 湖北元 这位溢水的儒学先生 你们了解吗 不了解 那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无非是那老一套的那些东西 好 我们边走边说 老白 没出去啊 你回来得正好 我想要一身衣服 我明天要是讲课 不能还穿这身衣服 我衣柜里有的事 我对你都随便穿 我不穿洋装 行 今天下午如果扭兰没课 我让他陪你上街去买一套新的 好吗 我的酒壶还在他那儿 昨天晚上我们俩没坐车 一路散步回到牛府 往哪儿酒壶了 那条路 我从来都没觉得有那么短 本来我昨天晚上 是想鼓足勇气想得表白的 这就是风华雪月吧 其实扭兰应该知道我对她的爱慕 但是叔叔 爱慕和求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有什么分别吗 当然了 爱慕是不需要回应的 求爱是需要回应的 如果一旦求爱成功了 那便多了一份责任 我是很希望有这份责任的 但是我怕扭兰 她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所以我现在就要尽可能地把这一段时间 拉长一点 让我们两个人 一起来享受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到底是英国还是日本 把你修成这个样子 以后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我得赶紧去学校啊 修使 徐教授今天心情不错 天高云淡风 清气爽自然好心情 徐教授还说令地不会来烟打 可是今天讲座的课室已经贴出来了 说白不过就是做一个讲座 那你说校长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我能推辞吗 要是凡想好 真留片也说不定啊 怎么会呢 怎么会 徐教授这是替令地谦虚呢 还是认为讲座肯定一塌糊涂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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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办通知你去趟教育部 总督徐和大帅要见你 见我 车都在下我等着你呢 走了 徐书成平日风花雪月清高得很 有心理 什么时候和上层关系密切起来啊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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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挺像样的吗 从项目镇出来就没换过 你到底是想让他留啊 还是想让他走啊 明天他讲完就回去了 你怎么不带他去 教育部找我说有事 什么事啊 我哪知道 我先走了 别动 歪了 来 洛西子 你要去学堂啊 我听戏去 徐先生交代啊 外面很乱 你不可以随便走的 我听戏去 你 总督徐和马大帅临时有事 由我亲自向你说明 司长 书成怎敢单词重任 提个问题想听听你的看法 您请讲 当前 政局外交时有变动 这大学生是应该干政呢 还是应该专注于学问 学生 身负改变未来中国之命运 我以为 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当然是认真学习 完善自己 不断地营造自己的人格 教育部 教育部在各重要大学选择教授 唯以牵食之职 多一份薪水 多一份责任 主要的职责呢 就是督促学生 专注于学问 不问政事 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请问您 教育司第一科的牵食 一共有几位 燕大就你一位 书成真的恐难服众 这个职位不是用来服众的 是对我负责 那我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这大学校园 是政府花钱培养人才的地方 不是给政府惹事的地方 个别教授 唯恐天下不乱 好像不对这个实距发出点声音 就不像知识分子了 是吧 有必要 我不愿意对别人妄加评论 但是我也是一个大学教授 我以为 传道 授业 开启学生的心志 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这学生无知跟着上街闹 到最后受伤了起学生 政府也没有颜面 个别教授反倒成了超流先锋了 你说这对教育有什么好处 司长 是不是又要出什么事了 你要做到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什么数 回去就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 立足约束学生 不要再做蠢事了 这边是这样也会有闲心的 没错吧 这上桌子我包了 书成让我带你去买点像样的衣服 说你明天讲课用 也许还用不着呢 我说也许还用不着呢 我都不知道明天该讲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那还不容易 我妈不是说你听戏去了吗 你们家附近 也就被一家戏园子呀 听说你昨天跟书成相聊甚欢啊 是啊 每次都相聊甚欢呀 脚都走疼了 书成说就差点提亲了吧 你听他说呢 他那个人呀 你不了解 我了解 什么求婚啊 浪漫啊 相思啊 离仇啊 对他来讲像空气一样的重要 其实心里面未必 透彻 真的没想好明天讲什么 我在乡下教书十年了 倒还从来没有一次 像现在这么忐忑过 不如你明天就讲游园吧 讲园曲 你不会也只是粗动点皮毛吧 我就讲园曲 不错啊 好事好事 恭喜啊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 大帅很器重你啊 教育司千事的薪水 可比燕大教授高不少呢 不错啊 叫你做什么呀 叫我看着学生 让他们别上街闹事 怎么了 你不愿意啊 这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 但只不过现在成了个差事 有备我的初衷 书成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执此乱世 你总想着偏执异语地 讲诗文做学问 这不行 学生要是都上街了 教授教谁去 反正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 你也别觉得哪儿不对 反正你想好了啊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这教育司千事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他们真的把严肆 押给外国人了吗 这不是卖国吗 以后这种话 出去别乱说啊 这几天 北洋水寺的官员就要回来了 尚风要求我们加强戒备 我做梦也没想过 这些事会和我撤上关系 嗯 就这件吧 扭兰的热情和泼辣 像石块投进了净坛 在舒白心里引起了阵阵涟 他不能不把面前的这个女人 与自己的妻子进行比较 你去拿扣子 这两个人有着天壤之别 但同时他又不能不警示自己 绝不能远雷迟一步 这 Heritage 嗯 頭一次见你穿得这么有模有样 头一次 当然是头一次了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的裤子根本就在脚腕那儿呢 第二次见你 就是你那滑稽得要命的婚礼 第三次呢 就是你穿着 土布长衫上了我的车 直到现在 你刚穿的有点人样 我的婚事滑稽吗 我的婚事很滑稽吗 不但滑稽 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我的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讲 你不要取笑我和舒容的婚事 杜叔白 你应该向我道歉 你确实应该向我道歉 老学究 赶回你的封建私塾去吧 你怎么动不动就急呢 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 向女士谦让啊 你难道不知道女人 应该三从四得吗 狗屁 哎呦 我的女大小姐可回来了 着急去军部 哎哎哎哎 这怎么走啊 这成天坐我车东一趟西一趟呢 连句客套话都没有 成你专车了啊 谁稀罕呀 明天要坐红包车里上去 不是 你这又怎么了 谁又招惹你啊 徐淑成 他刚走 小姐 陆先生的酒服 去哪儿了刚才 西原子的提信呢 后来又去买了衣服 跟陆叔白 是 谁给谁买的衣服啊 好像是 小姐给陆先生买的 小姐给陆先生买的 小姐 来啊 小姐 来啊 小姐 来啊 吴妈 哎 上街去买个镜矿 把这装起来 哦 什么东西啊 哎哎 跟你说你也不懂 去吧 哦 哎 哎 发着 别弄丢了 哦 那我良好测寸 谢谢 哎呦 陆先生回来了 嘿嘿嘿 行啊 人靠衣服马靠安 扭兰替你买的 你替我买的 你想着把钱给扭来 北洋政府教育部签示 做官了 贤职 翰林也是贤职 没那么重要 做的事情也是都是教育意识方面的职责 先生啊 我量好了 我去马金矿 顺便把菜回来 白点好的 晚上我和书白好好庆祝庆祝 哎 晓得了 晚上预祝你明天烟大开奖 成功 预祝我明天奖完课回家 来 我听说 你陪陆叔白去戏园子听戏了 还给他买衣服 你不是上军部去吗 我跟你说话呢 干吗呀 平时惯着你 爱惹是生非的也就罢了 但你对这书成书白两兄弟 到底怎么回事 书白刚从乡下来 还是被你筐来的 人到了京城什么都不懂 把你惹生气了 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 书成喜欢你是明摆着的 要么你就跟人继续交往下去 不喜欢就明确地回绝 成天的不上课 游行示威倒是积极 是不是没人管得了你了 陆叔白管得了我 你说什么 哥 我跟你说认真的说 说呀 我可能 喜欢上那个陆叔白了 我的姑奶奶你还搞鬼呢 爱信不信 我换衣服了 行行行行 你不是就想让我出去吗 你快去军部吧 你 有团长 是 别闻了 明天的车票 上午上完课 回来休息休息 傍晚的车 明天教育部 要宴请新任的十六伟签诗 我送不了你 我怕你自己不会买票 就是不知道回了一水 该怎么面对输入 这你别担心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从一水出来的时候 树荣跟我说 让我别着急催你回去 他还跟我说 让我在京城里边给你找点事干 他说 你转一圈 心里踏实了 自然就会回去了 初白 我也不是非要赶紧走啊 你以后想来京城随时都可以来 但这次不行 这次你不辞而别终是不妥 你想想 你让徐门在项目镇多没颜面 你让舒荣的脸上多没颜面 我明天上完课就回项目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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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什么想好了吗 真的讲圆曲啊 在乡下教学这么长时间 还从未像现在这样 忐忑不安过 忐忑什么呀 我教你啊 你就像在项目镇上课一样 一把底下的学生 看成是稍微大一些的孩子 可这是大学 这些 纽兰不能算是孩子吧 他去吗 没说 他应该去 他喜欢圆曲 我都想去听听你讲的课呢 你千万别去 我也去不了 明天上午我也有课 行了 早上睡吧 快走了啊 舒畅 我还没恭喜你呢 恭喜什么呀 千世 汉林哪 你有跟我提这事的吧 我都跟你说了没那么重要 我是说义父的玉牌 给了你就给对了 真的说不定哪天 你可以像义父一样 在上书房行走 睡你的觉吧 我买 你还是来看 我买了 你也是替我 你也是替我 你妈妈 我买了 你 看他 你也不似得 我买了 我买了 同学 请问大讲堂怎么走 有两个大讲堂 就是有卢书白讲座的这种 学生会号召不去听那个讲座 你难道不知道 为什么 君子堂卢书白是封建部学教科代表 没听过怎么知道 你要去听啊 我要去讲 对不起 不去了 那我先走了 我讲课的大讲堂在哪儿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写堂课一定讲得好 我哥给我买火车票 我从在香木镇 婚宴喝醉了以后 到第二天早上碰见你 到上车 到北平 到我现在去上课 我觉得自己像酒没喜欢 可能回到香木镇酒就行了 比较多别人 我好 这衣服都買了 好 好像是下午四的 我把这衣服都拿了 我伴手 那衣服都会 好像下午四年的 去教育部的晚宴 你听我讲课 我得谢谢你 待我转这么一大圈 就想做一个吗 谢谢你 同学们 对不起 老师 我迟到了 好 你坐吧 同学们 我们今天讲西方逻辑 与中国建筑 我们先从 晚唐建筑说起 一旦 三位同学确定是要听书柏讲歌吗 请讲 请问你陆先生要讲什么 我今天讲原曲 你要听我讲原曲吗 不是 是徐苏诚先生叫我来的 一二 要向先生我回报讲究的状况 五角儿 听说徐苏诚当司长呢 今天中午就宴请发布 我们彦大可就他一个呀 什么司长 社教司第一科的签诗而已 您是怎么知道的 部里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的 这个签诗谁去做 我也没想到徐苏诚会去做 可是徐苏诚他毕竟多领了一份薪水呀 我怕这份薪水 把徐苏诚的人格扭曲了 不就一份薪水吗 要我 我就扭曲不了 那是你 徐苏诚教书凑 正主的事 他完全碰死 何以见得 因为他脆弱 您这么一说 咬大脸 咬大脸 你是说 后来就剩下你一个人吗 没有 是一开始就只有我一个人 那他讲课了吗 没讲 陆先生自个儿走了 先去上课吧 就先当座 书朝 恭喜啊 书朝 先生 爹人 今天那车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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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